在机会的城市 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的城市 人人都能享受品质生活的城市 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的城市 人人都能拥有归属任同的城市 人民城市 人民建 人民城市 为人民 家中用宴需谨慎 使用炉灶需照看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股论经节目 长老师选策略就上九方之头 大家好 我是李婷 今天的市场高开之后震荡 护止收率 个股普跌 市场的成交额是大幅萎缩 到底是止跌起稳的信号吗 超跌的抱团股是集体反弹 题材高标股补跌 操作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 您可以关注谈股论经的微信公众号 发表留言 参与节目互动 您如果想登台亮相 发表真知灼见 可在谈股论经官方微信 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稍后会有小编联系您 好了 接着把时间交给袁建新 和今天到场的嘉宾们 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袁建新 你好 李听一好 今天的市场在线缩量 那么在这个位置缩量 短期是不是要见底了呢 我想市场可能到现在为止 要分两个阶段 哪两个阶段呢 前面从昨天开始的 往前数13个交易率 市场基本上是一路下行 连破四个整数关 3700 3600 3500到3400 都是一触而就 直接就把它破了 那么现在呢 已经是从最高点跌到昨天的最低 3328点 跌了403个点 跌去403点以后 终于迎来了这么一根数量 高开回落的这么一根小一根阴线 那市场进入这个阶段 我觉得就我今天那个盘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进入了一个多空拉锯 而不再像前面13天空头站上风 四路破珠的往下砸 已经进入了一个拉锯的一个状态 怎么得出这个结论 要有依据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昨天我们也给大家看过的 小盘股叠加大盘股的一个分时走势图 那今天的声色呢 依然是一个小盘股的一个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小盘股指数呢 它红盘也就红了五分钟 高开以后啊 直接就基本上就往下走 走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高点逐渐下移 低点也在不断的一个下移的一个过程当中 一路往下走 基本上今天可以说小盘股陷入了空头的一个主导的一个地位 而今天我们叠加的一个大盘股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高点也是下移的啊 我们可以看到也是下移的 但是低点没有下移 第一个低点就是盘中啊 基本上是最低的一个低点啊 此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低点是抬高的啊 至少没有去创这里的一个新低 最后收盘还是上涨的啊 这是大盘股的一个指数啊 那么可见呢 今天大盘股呢 很明显啊 是以横盘震荡的一个形式 度过了一整天 不是最后阶段横盘震荡啊 是一整天都是这样 是跳高 跳高以后一整天的一个横盘 这说明在这个位置 尽管它跳高了 没有人愿意在这个位置再来砸 这我认为是一个好现象啊 这是一点 第二一点我们再来看这张图啊 这张图呢 同样是小盘股叠加大盘股 只不过呢 是K线的一个走势 那同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彩色K线呢 是小盘股的一个指数 那显而易见 小盘股指数呢 在这一阶段以后啊 基本上是跟大盘股指数啊 是完全是负相关的一个走势 那么这个负相关当中呢 其实也有时间的一个落差 比如说啊 这里大盘股开始下跌的这一天 往下拉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小盘股啊 已经是涨了三天了 大盘股在开始回落 那回过头来说 今天大盘股在这里是上涨的 它的一个上涨呢 是建立在小盘股 已经跌了三天的一个基础上 这里是涨了三天 那么会不会 小盘股经历了这一段上涨以后 开始上涨的动力不足 市场开始往下啊 寻找机会 而大盘股又要跟小盘股 反过头来 走一个翘翘板的一个现象呢 这我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第三一点 北向至今 今天北向至今 基本上是全天流露的一个状态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北向至今当日的一个流向 那可以看到护股通这一块啊 基本上是上午大幅流露啊 进入下午以后呢 重心还在上移 今天护股通流露39.89亿 接近40个亿 深股通呢 尽管落很多啊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落很多 但同样也是 除了上午大概10点半之前 有过流出的一个现象 之后 也是一路流露 总体北向至今 今天流露52个亿 这一点跟昨天相比 那要好很多 昨天北向至今 如果说上午啊 前面一个小时 也是流露比较明显的话 但是之后 好像北向至今 也有点犹豫啊 也开始有流出 但是今天不一样 全天都是流露 那我们知道北向至今 书来有所谓聪明前的这个称呼啊 那之前 往往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见底 或者见顶的时候 北向至今往往会领先那么几天 甚至一两周的一个时间 那么这次北向至今 会不会也这样呢 待会在明日抢先报的一个时候呢 我们用技术的一个角度 再来诠释一下啊 市场会不会走出这样的一个走势 我们再来看看 今天南下至今的一个情况啊 那今天南下至今呢 是继续有一个回流的一个迹象啊 是回流了43个亿 而且全天基本上就是一路啊 回落的一个走势 这一点是非常的一个明显 那么这是南下至今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看看市场涨幅榜的一个情况啊 那今天市场涨幅榜当中呢 有些久违了的抱团品种啊 好像又回来了啊 我们可以看到旅游酒店 海南自贸区商务服务 新端汽车当中的零酸铁里 眼科概念啊 那么这些呢 里面都是一些抱团品种呢 今天啊 是领先指数出现了一个上涨 那么这些指数呢 涨幅都是超过3.46%的啊 但最高也不算很高 4.17% 再来看看下跌前类的啊 我们可以看到近期港口运输比较火热啊 在今天的跌了 可南宾自由贸易港足球概念以及RP概念 总体的一个跌幅呢不是很大啊 百分之三点五九到百分之二点九二 再来看看一些权重股的一个表现 先来看一下客创版 哇 客创版今天完全不一样了啊 只有一家下跌 其余都是上涨 涨幅超过百分之五的 两家 一家呢 那传营控股 一家呢是其安性啊 两家超过百分之五的 看看创版有几家啊 创版的今天也只有一家下跌 超过百分之五上涨的三甲 麦雷伊尔 埃眼科啊 意为理能啊 这两家呢 都是刚才涨幅榜前列的啊 这个行业当中出现啊 包括您的时代啊 您的时代也是接近百分之五了啊 那么如果说接近百分之五的话 这家也比较接近啊 只是创版 看看主板市场的一个情况 今天中国中边又回来了啊 前两天呢是浪为中国式化 那么今天一根大阳线啊 又回来了 那么这也是涨幅前列的前三个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是出现的这个中国中美的一个身影 那么其余呢 应该说主板呢 是四家涨四家跌啊 这是主板 看一下中小板的一个情况 中小板超过百分之五的 一家啊 一家 那跟之前几天相比 那今天改观是不知道有多少倍啊 前两天我记得都是绿沙沙的一片 绿色的一个链子啊摆在眼前 那么今天呢 是已经有百分之五以上上涨的个股 还是不少 那么这是今天盘面的一个情况 先跟大家做这么一个交流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来到场内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周小刚 另外一位是张瑞泽啊 两位好啊 那今天这个市场呢 是缩量的啊 那么这个缩量是不是 只得起稳的一个信号 我们来听听两位的看法 先请出周小刚 不是 不是 对 很干脆的啊 那待会我们展开来聊一聊 不是这两个字当中 后面有哪些理由啊 那张瑞泽呢 我那我也不是吧 也不是吧 那么你好像有点勉强啊 那这样你展开来跟我聊聊啊 到底你认为这个不是吧 到底有哪些理由 来有请 首先我认为这轮下跌 即便有反弹 它应该也不是一个强的反弹 应该是个比较弱的反弹 然后还会去 指数上面还会去找第二只脚 个股上面可能会有结构性机会 我们先来看张图啊 咱们都知道这一轮市场的下跌 其实是和美债的利率上行 是有比较大的关系 那么我把张图 我这里画了一个就是一个公式啊 这个公式就是一个股价约等于盈利 除以国债利率 大概是一个正式个约等于的公式啊 它不是表说特别准确 但是我为了方便说 我就给大家写 就是股价的分子 决定股价 一个是分子 一个是分母 股价的分子就是盈利能力 就是你的各物的EPS经历润 分母的话 其实就是个人的风险偏好 那么风险偏好跟着走呢 就是货币的松跟紧 如果货币松的话 那么利率就是往下走的 对吧 这个时候分母下行 股价上涨 如果出现票比较低的话 那么就是分母是往上走的 好 这是这个基本公式 那么我们看股价的情况 就去年开始 去年大概是年中的 是二三季度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个利率 大概是在1以下吧 0.7 0.8左右 对吧 下面的利率是看得很清楚的 这段时间受益于低利率 理论上面来说 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利率 还会继续往下走的话 如果接近于零的话 理论上面股价是可以无穷大的 但是同样的 现在利率往上走了 那么只要分母再往上走的时候 股价也应该是会往下跌的 如果盈利不变的话 那么多少呢 去年低的时候 它是0.6 0.7左右 算了0.7吧 现在是1.5了 就是翻倍了 现在不光 翻倍的话 理论上来说 国债就是分母这个地方 要往上乘以二的 对不对 那么就股价要跌一半 更何况现在大家的预期 是往二走的 就是在这个档口上面 要说 如果这个逻辑是一个 是个调整的核心逻辑的话 在这个档口上面 要说这个逻辑没有了 我觉得是不太成立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逻辑 还会继续下去 现在只要这个 只要这个预期没有结束 我认为股价还没有调整到位 就是第一个 自上而下来看 就是调整幅度上面没有到位 跟这个不笔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即便我觉得调整到了位置了 时间上面 因为上期 我刚才说过 每临时钟的事情 要度过这个滞涨期 往后面走 还有个衰退期 这对股市 都不是特别有利的这个时间 时间也没有到位 再加上 如果是看个股的话 我看到一些 就是一些各个行业的 消费行业的一些龙头公司 包括科技行业的龙头公司 他们个股的绝对的估值 其实也不便宜 即便再跌 现在这个价格也不便宜 从什么角度来看 我觉得时间空间 都还没有到位 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 即便有反弹 也是个弱反弹 往下走 还是有空间的 但是不是说 完全没有机会 就是我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 在去年利率下行的时候 有一批这样的公司 其实它盈利也是不错的 但是它并没有 因为利率下行而上涨 就是没有受益到这个东西 而这类公司 在这段时间 如果现在很明显 是这个是主逻辑的话 那么他们也不受 这个逻辑的影响 因为你利率上行的时候 也不会受到 这个上行的影响 分母也不会动 在这个情况下面 如果他们盈利有改变的话 其实是有机会的 具体这个机会在什么地方 怎么找 我们下一段 就是下面我再来给大家说 你这句话的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又等于的一个公司 对于部分企业也是不适合的 对 有些企业是不适合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美债的利率 应该说这个也是在 这个像道琼斯 纳斯达克也是证明 历史有过一个证明的 但回过头来说 这次似乎A股市场反应更剧烈 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还是估值太高了 主要还是我们这边前期涨得太多 对估值太多 容易产生一支心预期 然后一下子把头打出来的 那恐怕还是通过心理的一个因素 对市场的一个打击 可能更大一些 那事实上呢 这个美债的一个利率 跟我们这边的一个利率 从理论上来说还是脱节的 也要通过各种传导的一个机制 再过来影响 这个确实逻辑链上是长了一点 但目前市场 刚才瑞泽也说了 毕竟我们这里涨得高了一点 在风吹草动的时候 好像看看什么都像是 对市场一个打压的一个因素 所以造成一下子400点失去了 那回过头来说 我还得要问一下张瑞泽一个问题 那13个交易的400点跌掉了 你觉得这正常不正常呢 正常不正常 我觉得都是交易出来的 我觉得这是 你的意思存在还是随意正常的 对啊对啊 不追究你的问题了 我想回过头来 我们来和周小刚来讨论一下 那同样的问题 我要先问问你 你刚才是提过了 觉得这个目前刚才我们的问题 你回答是否定的 但我同样要问你 经过13个交易的市场 跌掉了400多点 你觉得不该止跌吗 不是不该止跌 我谈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吧 两周之前我们很明确说了 我说护生300 进入到日线级别的调整 护生300调在美国十年期 在这个诱因的引发下进行的是调估值 那么我对穿丸板指数判断当时非常进行 我说穿丸板指数是截后的高点 是一季度的高点 甚至是上半年的高点 那么两周以后 我对护生300的观点是护生300 因为跌破了一个重要的技术点位 5150点进入到一个周线级别的调整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对穿丸板指数的观点 我可以这样很明确的说 穿丸板指数截后的高点 一定是上半年的高点 因为逻辑我当时说过 影响穿丸板指数的部分的权重股 这次并不是调估值 而是它的逻辑被破坏了 上涨的逻辑被破坏了 这是对穿丸板指数的观点 那么今天我是这个观点 为什么我刚才说不是 你问我我展丁节的说不是 因为是这样的 第一个穿丸板指数 现在这个调整的级别在变大 麻烦老员切到 护生300调整的级别在变大 麻烦老员切到护生300的周线图 那么很明显 护生300的周线图是非常明显的 至2019年1月4号 护生300至2935点反转以来 我用的是反转 反转以来 那么实际上到了今年结后的一个高点 5930点 那么这是第一次出现一个 周线的四点盈 而且现在已经跌破了20周周线 对 这在这一波段当中是第一次出现 而且是带量的 所以我说了 像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情况 我一定要高度重视 而且技术上很明显 跌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技术点位 5150点 所以我这次判断 护生300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 周线级别的调整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那么罗托短情绪 仅仅从短线来看 护生300下方的支撑位 日线上的支撑位在4935点至4850点 那么昨天的护生300的一个瞬间的盘中的瞬间地点 正好切入到这个区域 又在消息面的配合下 诱发了一个盘中的一个生育 但是我要强调一下 这次调整引发这个护生300调整的诱因是什么 我这次还要讲 就是护生300当中的部分的成分股 被大家认为是核心资产这部分股票 自去年10月份以后拔估值拔得过快 因为本身它在去年10月份之前 实际上估值已经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在10月份以后拔了 拔了它过快以后 实际上在消息面 就是美国时间级国债收入率往上走 快速往上走的情况下 成成一个诱因把它一个跌下来 那么现在就是从我自己观察到 就是美国在这次就是本周三 本周二 本周三 本周四 对应我们北京事件是本周三 本周四 本周五的凌晨两点 会有三次一个国债拍卖 如果这三次国债拍卖不像2月25号一样 比较理想的话 那么会引起这个美国时间级国债收入率 可能往下走 甚至跌破1.5 那么这个时候我认为 这个时候我们的资本A股市场会做出一个正面反应 护生300会向上去挑战5150点 看看能不能占回这样一个重要点位 那么现在护生300短期来看 我认为是处在一个上游压力5150点 下游支撑下面是4935点 自4850点 从技术上看得出这个印象 所以我说现在要等待一个消息的明朗 这是第一点 我刚才回答你不是 第二点 那么我还是来看护生300 护生300自去年7月份摸了一个高点以后 往下一直调整到9月25号 在这当中我观察到就是护生300的日成交进额 是自9月11号以后 护生300的日成交进额跌破了2000亿 那么护生300的低点出现在哪里 整个就是主向上的低点 出生在一个9月25号的一个4554点 那么自9月11号跌破了2000亿 到9月25号当中一共有11个交易人 这11个交易当中有6个交易人 护生300的成交进额是在2000亿以下 那么今天护生300虽然较上周有一个明显改观 因为上周是很明显 两市只要涨指数涨成交量萎缩 指数往下跌成交量放大 都是一个这个就是跌的时候都是成交 但是到了今天护生300终于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 开始开始缩量了 但是今天的既是这样 离2000亿应该说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我说了要么就是你在这里 比如说我说的消息面明朗 10年期的国财收益率跌破1.5 那么指数现在往上走 到了本周五啊 可能开盘就跳空高开往上走 要么就是你现在就是你这里 可能就是美国时间期的国财收益率 维持在1.6附近横盘 那么等待一个市场 等待一个逐渐筑底 护生300的成交就是 我什么意思 就要表达的意思就是 把里面的获利盘 因为你现在跌的时候 放量就代表对获利盘的清洗 还不够彻底 或者说有在我们市场当中 有一些被动卖出的资金还在卖出 对吧 所以我说要么那怎么判断 等卖的差不多了 很简单 等护生300 我还是说护生300作为A股市场 就是优秀公司整体的一个代表 我坚定的认为 护生300这次因为 它的整个的第一大浪 已经顶破了历史上的最高点 这里所以我刚才说了 2935点是反转 那么现在进入的一个 整个一个上涨 2900上涨 进入一个波段的回调 那么这次波段回调 只是护生300 整个如果拉长坎 是历史长河当中 一次牛市当中的一个回调 而不是说这次的5930点 就是对应像2007年这样高点 我认为不是的 这是我刚才跟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看看 就是中正1000 中正1000两周之前 我谈个观点 虽然中正1000两周之前 反弹了将近10% 指数反弹了10% 但是我当时很明确 从两点 一个是从行业方面逻辑 一个是从技术上 我得出观点 就是中正1000 当时我提出观点的时候 还会有反复 那么现在中正1000 近段时间 经过这两周以来 又回到了今年以来的 就是最低点附近了 回到最近 那么这代表着实际上 中正1000的时间 就是仅有的这10%的获利 实际上中正1000 自去年7月份以来 是一路在下跌 它跟互生300 完全是走的两个方向 那么代表了 就是中正1000的时间 对这个整个10%的获利盘 也进行一定程度清洗 所以我说了 不管是互生300也好 中正1000也好 短线来看 都是处在一个 上有压力 下有支撑 这样一个情况 我认为本周五 如果消息面配合的话 好的话 我认为互生300 会去向上挑战 5150点 所以我认为周五 会选择一个短线的突破方向 你刚才提到了这个互生300 是牛市当中的一个回头 对 那中正1000呢 它现在是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中正1000还是处在2015年 就是2015年创业板指数 就是创业板指数 那部分代表的 那部分小市值股票 高估值股票 往下走以后估值回归 现在还处在一个估值回归的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还是一个估值回归的一个过程当中 两者处于不同的一个 对 完全是不同的 对于互生300来看 那我们也是可以在回落以后 要多加关注了 对 我坚定地认为 互生300仅仅是条估值 即使 我说即使 美国的国债收益率 实际期国债收益率 到就是短期内 接下来到1.8到2.0 但是我们现在 那连续这四周的一个下沙估值 差不多了吗 现在市场当中 最大的一个机构投资者 或者说我们一些 我个人或者我的一些朋友 最大的忧虑就在于 就是现在担心市场当中 产生一个就是被动的卖盘 我想 还担心有个负反馈的一个效应 很多财经节目都说了 包括我们的财经都说了 这是一个基金的负反馈 好 是担心负反馈的一个效果 但如果没有这个负反馈的话 我听出来言下之意 四周的一个估值 恐怕也差不多 对 已经反应了 好 谢谢两位 对市场的一个看法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有看头 加上我们的投资者朋友 咱们的嘉宾朋友们 对这两天的一个市场行情 是怎么看的 我们来看这一张 这一张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路易所坚定无事白马 中小开始有跌过头的一个迹象 另外 徐世龙在上午的10点钟 提出技术性的一个反弹 已经开始 但是幅度有限 3430点这一弹 压力比较大 葛建盈认为控制仓位 要等待再加仓 可以参与超低的一个反弹 短差交易 这是在中午13点09分 给出的一个看法 那今天早晨开盘之前 老元认为 是低点的乙线 反弹将会逐渐的指向60日均线 相应的观点 待会在明日抢先报当中 再来展开跟大家聊 广敏认为 中小盘股是一个补跌 可能开始了 短期能须观望 莫维华认为短期低点探明 反弹可期 那既然我们请来了广敏 认为中小盘 有一个补跌的一个机会 那么到底如何进行补跌 我们请他展开 跟我们聊一下 来邀请广敏 今日两市大盘高开低走 盘面看权重股有所反弹 但中小盘股出现补跌态势 近七成个股收跌 技术面看 今日股指弱势反抽 尚未触碰无天线 便出现回落 短期弱势依旧 操作上 以此底仓观望 多看扫动为主 谢谢广敏的观点 那么接下来 我们先送出一个福利 下载九方之头APP 02021年投资白皮书 这里有5G投资的一个图谱 有新能源配置主线 还有军工年度策略 投资白皮书 聚焦5G 新能源军工 三大黄金赛道 深度剖析各产业链的优质机会 祝您在2021年把握行业的趋势 好了 回到场内 我们来请出两位嘉宾 其实刚才张瑞泽在解读 他的一个公式的时候 已经留了一个伏笔 不知道朋友们注意到没有 他说也有在去年下半年 这个利率是偏低的一个背景之下 没有上涨的 那么现在呢 当风母变大的时候呢 他也不会受影响 请他展开来跟我们聊聊 哪些行业可能 现阶段还是有机会的 来 有请 大概有这样 大概有这样几个行业 首先就是像金融地产这类的 他们本身像 特别是银行保险 他们是赚利差的钱 地产其实也有方面这个原因 利差的钱的话 利率刚刚往上面走的 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对他们来说 反而是受益的 去年也是很明显 他们在利率下行的时候 其实是明显就是说 是受困的 所以说这段时间 看到利率在往上走的时候 很明显他们是比大盘什么 都要强强一些 我觉得他们这段时间 包括去年三季度的时候 这些他们一些财报的关键指标 都反映出今年的分子 就是盈利往上走 接下来更要看多的 就是分母不能受影响 最好是向好分子往上走 这样才能是股价往上走 第一个就是金融地产 第二个就是分母可能不受影响 就像最近其实这几天 有几个公司出年报了 对吧 有一个跟保健品相关的一个公司 他出了年报之后 直接就是很大的涨幅 第二天 他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其实没怎么涨 是一个横着 就并没有受到分母下行的影响 股价往上走 而这一次出了这个年报以后 明显感觉到分子的业绩指引 预期会很好未来 这样的话 因为它就是因为分子的上涨 导致股价上涨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所以说这是第一 正好是在这段时间 是有年报的预期 就出年报的这个时候 年报的时候 就很多的公司会有业绩往上指引的预期 那么这里关键几个点 就是刚才说的是 跟这个要 就是跟这个利率走势要复相关的 就是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第二个就是 前年跟去年的业绩的基数要比较低 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怎么看好 总的来说就是不怎么涨过的那种 然后呢 今年如果三季报 就去年的三季报 一些关键的指标 比方说毛利率啊 比方说净利率啊 ROE啊 有明显改善的 特别是毛利率吧 有明显改善的那种企业 我觉得 你再配合他们上下游 一个就是行业内的竞争关系来看一看 我觉得年报一旦向好 一旦向好的话 我觉得他们网上的空间 应该是有一定空间的 虽然肯定是不能跟去年比 去年是赚分母下渐的钱 是肯定赚了很多的 比较容易涨 你要赚分子的钱 就是赚盈利的那些钱 这个其实空间不会特别大的 但是肯定要比那些好 所以说我认为 短期内这个机会应该是出于这个 还有第四点就是 一定要估值低 你不能让 你不能让他们有下面的空间 就估值到历史上面 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的时候 你安全编辑是找到的 这个时候再去做这些公司的话 相对来说是性价比更高的 当然最好 其实就是要找一个低估值 中等业绩增速 最好能有高股息 就是有点类债券的属性 为接下来这个扛风险 做更好的准备吧 大概就是这几点 好 谢谢张瑞士 在这方面的一个总结 总之还是围绕 这个数学的一个公式 非常简单 既然分母不灵 那么我们找分子的一个机会 那基本上是这个含义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小刚了 听听小刚 接下来的一个操作思路 我记得上次来 你主要是谈ETF的一个机会 对吧 不是 不是 双T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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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周之前我谈了一下 那么实际上我 现在操作思路 跟两周之前 大的策略是一样的 就是我两周之前是 实际上是 自去年10月份以来 第一次提出 就是要控制仓位 等待一个买入机会 因为你不管怎么样 你做的判断 是基于一个逻辑 但是有些逻辑 可能会产生一个变化 那么我们要为这种 产生的一个变化 要留住一个安全边际 这是我自己操作上的一个心得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我今天实际上就是 我的底仓 目前我的操作上底仓 还是在配置在 互生300当中的一个双T公司 那么这个理由 我在两周之前已经讲过 那么实际上从近两周来看 应该说我这家公司 我还是我自己个人 是非常满意的 不但是大幅跑赢了 所有的宽地指数 还取得了一个绝对收益 尽管这个绝对收益 是十分微弱的 但是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就是 我关注两类公司 一个就是我在节前 最后一次节目做过的 就是中线关注一个 就是有望原来空间反转的企业 那么从短线来看 或者说中短线来看 我认为经过近两周以来的部分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调估值 我认为可以关注 开始关注一些 就细风行业的一个龙头企业 那么关注怎样的企业呢 我今天带来一张PPT 关注西风行业的一个 西方行业龙头 那么第一点 首先第一点 我要关注的就是2017年到2019年 扣费后的净利润增数 是大于20%的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因为我说了 如果有些公司 我以前节目也讲过 因为2020年的海外 受到海外疫情的影响 它的增数 业绩增数非常大 300% 400% 但是如果你看到这家公司 在2017年到2019年的时候 它的净利润增数只有在10%到15% 或者甚至更低 那么代表实际上这家公司 实际上未来的成长性 是有一个要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这样的公司 即使是低适应率 PE级接近于1 这个PE级接近于1 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能买的 这是我千万要强调点 这是一个PE级的陷阱 我要强调一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2020年的年报预告 或者说业绩快报已经公布了 这是排除了一个不确定性 刚才张瑞智说了 他说年报以后可能又会产生一个结构性行情 那我这观点是非常明确的 本来我预期今年第二个指数上的高点 是在4月份 因为受到美国实现期国财收益率 这样一个影响 我们的沪生300 结后出现了一个高点 那么这个实际上提前了 那么现在从实际窗口来看 4月份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窗口 我认为 如果我说如果到了今年的4月份 在一季报的配合下 很可能这时候 复生300又迎来一个上上的一个 上上走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届时我说了 一定要是买 我个人一定是买 就是年报预告 或者说年报的业绩快报 已经公布了 要排除这个业绩上的一个不确定性 那第三点 就是我一定要看到 他在去年第三季度的季报 或者说在年报的业绩快报当中 都说了 他这个业绩证数非常快的 2020年比较快的原因 是来自于在手的订单 有一个明显的增长 什么概念 就是他不是来自于非金箱性损益 不是来自于比如说 卖资产这种的 是来自于他的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 而且这个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我刚才强调过了 一定要不是受益于海外疫情造成的 是来自于他真实的主营业务收入的一个增长 那么第四点去年7月以来 股价经历了一个连续调整 近期股价不再跌破节前低点 那么这样的公司 我认为就是第一个 他股价上处在一个相对的低位 相对的低位 因为成长股处在一个相对的低位 第二个 他股价不再跌破前景 因为有些股成长股 实际上在节前 很明显有个低点 那么到现在这次中正1000 已经又逼近了一个节前的最低点 我接下来我坦率说 我最希望看到的是 中正1000这个指数 继续往下跌 跌破节前最低点 如果中正1000指数继续往下跌 跌破节前低 甚至有一段距离的话 那么我关注的这几家公司 不再跌破节前低点 实际上给出的信号是更加明确 从历史规律来看 这是更加明确的一个信号 第五点 我刚才强调了 就是PE级最好这个指标是接近1 就是换句话说 它的估值跟成长性是PP的 千万要避免到 我刚才提到的一个 PE级的一个指标的一个陷阱 如果这五点多符合的话 或者说还有更多的指标 可以符合我的选股标准的话 我想这样的公司 实际上从近期下跌了 我坦率说 面是更宽了 而不是更窄了 所以我做了这么多年股票 我坦率说 不管市场上涨也好 下跌也好 我都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 好 谢谢小刚 那确实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刚才小刚谈了五点 我想至少有一点 哪一位投资者都可以做到 你去翻一下预告 或者说有没有快报已经出来 当这个不确定性落地以后 再来考虑 这是非常非常简单 举手自劳都可以做到 至于你要翻相应的财报 看看业绩来自于哪里 你定下心来看看 尽管没有读过财务报表 也应该看得明白 有没有订单 是不是也应该看得明白 这些都能够看得明白 你要对自己投资负责的话 一定要看 不然的话 你就得定我们有看头家 那这里呢 我要多说几句 咱们有看头家 这次在市场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很多里面的一个大咖 跟大家是分享了自己的一些心得 包括情牛的秘籍 和实用看盘的一些整体 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R维码 抓紧下载正版有看头家APP 有看头家 祝您在牛市当中投资顺利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一些嘉宾 在有看头家上 是有井囊的 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 市场的一个表现情况 我们先来看一下江琦的 那江琦呢 在今天收盘以后 给出了一个观点 本轮调整进入尾声 短期超跌反弹将开启 不仅说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观点 并且大家可以看到 多英字一号仓位加上来的 关注芯片和农产品 多英字二号加到了满仓 关注的方向跟多英字一号是不同的 影视传媒和民用航空 这是江琦 他把仓位加了上来 另外一位杨成斌 仓位应该也是加了 但还是个位数 反映出他的一个谨慎 他上次到节目当中来的时候 也谈到了加仓的几个条件 看来还没有十分满足 目前还是派出侦察兵的一个状态 关注的一个板块 是西图有色新能源 这是两位嘉宾的 有看头加上的一个看法 基于刚才江琦 我们可以看到 加仓的一个幅度比较大 把他请来 做了一个电话连线 来有请江琦 今天盘里面走得已经有 见底的一个迹象了 最主要的一点是 在于成交量出现了明显的萎缩 今天以创业板50和上阵50为代表的 抱团指数都出现了明显的反弹 最大的抛压方向也出现了反弹 这对指数的奇稳 有较为关键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对于权重指数来说的话 我个人偏向目前调整 已经到了末端 甚至是不排除调整已经结束 但市场转期还存在两个不虚拟因素 一个是外盘 第二个是在于 各股层面还存在一定的情绪抛压 操作上仓位开始回补 看好的方向 总体是以权重类的指数方向为主 例如像创业板50 不深300 上阵50等ETF 好 谢谢将其的一个分析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有看头 来了这个请出姚中元 那今天的一个市场 明显出现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 会不会应育出新的一个机会 我们来听听姚中元是怎么说的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来了讲师 或者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姚中元 好的 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 行情终于缩量了 缩量也预示着这个位置当中 空方的力量正在衰竭 那如果您目前手中 仍然持有一些公司等待反弹的话 那关注的一些细节在哪里呢 来看今天的第一张PPT 这波行情可以说从高位回落下来 想必到目前位置有一些投资者 仍然保持持股卧倒的状态 但是在等待反弹的初期 您还得根据一些核心的观察点 来进行预判反弹的高度 比方说这个当中的就是资金 目前来说反弹取决于的资金 无外乎像两个 第一个就是北向资金的动向 第二个就是对于目前内资机构的一些动向 打个比方 如果你手中所持有的一些品种 在这两天调整的过程当中 是北向资金连续加仓的 像左侧的张图当中 能够在市场出现调整过程当中 前期放量上涨 随后连续的缩量调整 但是这两天你可以看到 北向资金连续的加仓 和这两天整体北向资金的进流入和流出 几乎是一样的 对于进阶段来说 这两天北向资金连续进买入的一些品种当中 它买入最多的一些方向 恰恰这些品种 这两天又保持在缩量的调整环境当中 这些品种是不是在未来的看反弹的路上 可能会更有一些期待 这些品种如果你手中所持有的话 跟着北向资金去进行筛选的话 也是一条不错的方向和等待的方向 而在右侧这张图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像机构资金连续出现建仓的这些品种 和大盘走势所对应相比的话 也完全截然不同 很明显这一次大盘从高位下落之后 连续出现了直线的这样一个回落 但是对于能够有有效低位资金建仓的这些品种 很明显可以看到阳线放量缩量调整 而且整体的结构走势 出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平台震荡 这也是在内资机构在逐渐建仓过程当中 把股价给拖住的一个核心因素 所以对于市场目前处在反弹过程当中也好 以及说您手中所持有一些品种 观察的核心方向 自然是向北向以及内资机构的一些核心 动作方向 那今天我们也是把市场当中撇开行业和赛道 把目前近15个交易以来核心 北向资金所连续在下跌过程当中 加仓的一些方向 以及在内资机构在近15个交易当中 连续进买入最多的一些方向 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 那这些梳理过程当中 没有更多的夹杂的因素 只是自下而上的做了一个资金的跟踪 那这份名单当中会不会给您在反弹的路上 寻找到更好的一些方向呢 那今天这两份资金核心进驻的品种的内容呢 你今天都可以通过扫门屏幕下方 二续码来免费的领取和观察后期的动向 那对于强势板块来讲 这两天表现怎么样呢 来看下面一张PPT 那昨天在市场出现恐慌盘的时候 我们也跟大家去聊过 市场当中第一个出现机构资金关注 并且能够有反包阳线的 就是航空运输这个板块 那航空运输板块在今天市场当中 整体表现呢 是处在一个强势的震荡十字心状态 毕竟今天很多昨天低位启动的板块 今天几乎都已经掉了下去 但是从目前整体的航空运输板块来看的话 前期的这样一个平台收复之后 昨天有修复的K线 并且今天收了一根不错的缩量十字心 那这个平台就是比较明确的支撑位在 而且叠加上昨天跟大家所聊过的 这个位置从前期的大结构上来看 是突破了原有的下降的通道 那这个位置的强势震荡 依旧可以关注一些不错的试错品种 来进行逐级的关注后期的走势 那最后呢跟大家去聊一下 今天缩量之后后面要关注哪些 来看下面的PPT 那昨天跟大家去讲过 今天在昨天的放量杀跌的基础之下 一定要出现缩量的调整 那今天如期出现了缩量震荡之后呢 也就进入到了一个筑底的第二阶段 而第一阶段就是恐慌盘 第二阶段就是缩量的震荡 第三阶段就是可能会出现的二次探底的情况 那近阶段来说 今天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缩量 符合预期 后面呢仍然会有缩量的环境出现 只要在这个位置当中保持住缩量的话 那我们相信这个位置当中情绪面上 您啊这里不用再过多的恐慌了 好的那今天的技术讲解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面把时间交还给老元 好欢迎回来啊 那么今天市场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缩量 是不是一个止跌的一个信号呢 我们稍时休息呢 马上回来看看我们的投资者 是如何选择的 抖音上的投资者 你也可以直接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调研 来 新证券法实施一周年 投资者保护全新光环 你懂吗 不断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 是证券立法和证券执法 必须坚持的主题 创新证券纠纷诉讼机制 公正高效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投保机构可为您代言 您学会了吗 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我们在行动 新证券法对财务造假 欺诈发行等证券违法违规乱象 进行了重权出击 净化了资本市场生态 谈古论今315特别节目 保护投资者 我们在行动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内部消息 立好快买进 我哥说公司放弃重组 快买出 快买出 不如看透行情更安心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为什么股票高抛低息说着容易 做起来那么难 高抛低息咱们股民人人都想做到 但是哪有那么容易 没有好方法还不是到处吃亏 也是啊 来看看这份高抛低息实战宝典 其实讲解的还真的挺到位呢 你看这里面 关于这个高抛低息的炒股技巧 都有讲解的 这不就是我需要的吗 快给我看看 可以啊 你看像我一样 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也能领取一份 高抛低息实战宝典的应用 十分的广泛 不管是上涨行情呢 还是震荡行情 都可以运用相关的操作技巧 来把目买卖的机会 高抛低息实战宝典 容易掌握吗 会不会很难啊 不难啊 你看都是我们熟悉的技术指标 和配套的暗力解析指导 真的是一学一懂 那还等什么 我现在马上去领 屏幕前的朋友们 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 扫描下方二维码 领取使用了 到底好不好用呢 你试试就知道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本节目由实战派 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 独家冠名 欢迎来到微信连连看 3月15日 我们谈古论金栏目呢 将会推出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我们在行动的特别节目 届时有众多的重量级嘉宾呢 将会亲临现场 一起来聚焦新证券法 那么新证券法 对于资本市场 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新证券法对于财务造假 吸诈发行等证券 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了重拳出击 净化了资本市场的生态 在过去一年中 证监会集中力量查办 康德新 康美药业等一批 市场高度关注 影响恶劣的重大财务造假案件 对上市公司 重演监管的压力 也在持续地传导 这些措施使得上市公司 整体质量得到了趋势性的提升 也大幅度地提高了 上市公司的违约 违规成本 加大了投资者的保护力度 不仅肃清了行业风气 也净化了资本市场 先行赔付制度 做到了既精准打击 违法违规行为 又最大限度地 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 使得投资者的利益 得到了一个根本的保护 从而对投资者 从事政权投资 有更大的信心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参与到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来 提出您的问题 我们将会为您解答 接着请袁建希 为我们揭晓今天微信的投票结果 欢迎回来 市场数量是不是止跌起稳的一个信号 我们看一下我们微信上的 投资者的一个回答 认为是的是46% 剩下还有54%认为不是 咱们抖音上也是倾向于 这里不是底不是起稳 此外我们可以看了一下 对于嘉宾观点的一个支持度 是周小刚更高一些 那我们稍时休息以后 马上进入明日抢先报 看看技术上 今天的这根阴线 到底是什么含义 来 2021有看头全新升级成有看头家了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最新版有看头家 您可以实时跟踪嘉宾的解盘点金 观摩收益大咖的锦囊操作 学习人气导师的投资课程 同时有看头网页版的内容 也在全新升级中 您可以通过网址 有看头点一彩点控 点击首页中 带有看头家全新升级字样的图片 页面将跳转至 全新有看头家的网页端 您在电脑上 就能实时浏览嘉宾的 最新观点和课程内容 2021拥抱牛年 现在就打开有看头家 与我们一起寻牛吧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王哥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 今天会把我们在实战当中 经常使用的操盘系统 MACD三部买卖法分享大家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每位朋友都能马上领取 MACD三部买卖法 通过三部来帮助判断买卖点 简单易懂 到底能不能帮你提高看盘能力 你不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市场上新指标越来越多 但是像MACD这样的 经典耐用的传统指标 仍然被大家广泛使用 可见其经得起市场验证 如何利用MACD指标 排除部分盘中虚假信号 提高交易的准确性呢 尽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领取MACD三部买卖法 这个方法包括了 多年实战操盘的总结 配合着实战里讲解 好不好用呢 现在你就花上几秒钟 立即扫描二维码 拿到方法实际应用一下 事实会给你答案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买哪只 涨点吧 涨点吧 搁不搁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峰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品牌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古论经节目 找老师选策略就上九方之头 市场是缩量震荡 那么在明天的操作当中 我们应该特别留意哪些指标呢 马上跟随袁建新进入到明日 乔钱包 明月乔钱包欢迎你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上证指数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是高开低走 反弹到了3400点的一个整数关以后 就无力上攻 收了一个数量的一个高开中阴线 在这里 那温和展开反弹的概率大增 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 我们说完这里再说 那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也是月空周空 日空的一个趋势 应该要保持观望 明天的一个参考播动区间 3337到3411点 那为什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其实呢 目前市场是在高速下行的一个过程当中 目前市场这个时候 你要强烈反弹的话 马上就会碰到什么 上方的五日均线 十日均线 甚至二十日均线的一个压制 而且竟在眼前有一个半年线的位置 那只有在这个位置先齐稳以后 那么五日均线高速下行已经到门口 甚至十日均线也下来 那这个时候连续几天不创新低的话 那市场在这个位置就已经有了一定下跌的一个免疫力 那么这个时候再来往上攻的话 那就是示范功倍 其实前面主力机构也用过这样的一个套路在这里 只不过呢 市场的一个抛压债很大 把六四均线的再度跌破 那么现在呢 到了半年线的位置呢 是故技重演而已 那么这是上证指数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迅速看一下创业板的一个情况 那创业板呢 是高开以后呢 是重心微幅下移 全天基本是一个横盘震荡高收的 收了一个数量的一个假银线 反弹将开始 在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它或比大盘更强烈一些 趋势角度来看 月空周空日空的一个趋势应该保持观望 参考的波动区间 2650点到2720点 其实今天它的一个走势 已经比上证指数强很多了 这是明日抢先报的一个内容 我们稍息休息 马上回来 再来请坐两位嘉宾 来聊聊怎么操作的问题 来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极家精装承诺 998元每平米整装套餐 精准报价 零增向 不加价 极家精装998智能精装套餐 杜绝装修过程中的恶意加价 合同签订后 承诺套餐内零增向 极家精装完全公开 透明 抵制看不见的隐形消费 更有五星级管家服务 全程跟踪 把控预算 随时跟进装修节点 让民少花冤枉钱 按时入住新家 特此新年盛典 现在签约极家精装 加分价值49800元 十大毫里 极家精装拒绝套路 十大一线品牌建材免费升级 让装修一省再省 极家精装998智能精装套餐 即可想整装全包 现在拨打电话 5888-2228 5888-2228 预约免费上门粮房 即可想免费设计方案 近期看到不少股友们抱怨说 股市真的难以捉摸 投签勺的时候 买哪只股票都是涨 一旦中仓或者满仓了 投哪只股票都是跌 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 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今天我们就把平时实战讲解用的 烽火战法分享给大家 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来领取吧 烽火战法是一款 专门用来捕捉强势品种 买卖点位的交易系统 火炬是进场信号 火堆是加仓信号 简单易懂 很好掌握 另外从热度和资金流向方面 帮助大家研探个股趋势 所以还没有领取的朋友 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使用了 大家再也不用 因为不懂股票知识 而错过买卖时机 烽火战法 长期以来很受广大股民朋友的欢迎 建议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来领取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把握市场上一些不错的风口机会 在2021年打一个漂亮的翻身战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买哪只 涨点吧 涨点吧 搁 不搁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方之头是战派股票学习品牌 好 接下来我们先请出张略者 来听听张略者 接下来的一个操作思路 来 有请 这里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我自己在课程当中 已经是很早之前 就不把护生死三百中正 以前大票小票来作为分割结构性的依据了 主要是看分母 跟分母关系强的那些 和跟分母关系不强的那些 就是拿这个来作为结构性行情判断的依据 而年报了 年报的话 其实就是要找这些跟弱相关的 好 找一些弱相关的 来 请出周小刚 听听小刚的一个看法 从今天护生三百的售盘点位来看 离上方的压力位有150点 离下方支撑区域的下沿 也是150点 所以我认为就是短线来看 如果明天往上延续反弹的话 实际上我是肯定不会去追的 然后因为我说了 消息面要到了星期五凌晨的两点 才会明了 但是如果就是明天往下跌的话 毕竟那个支撑区域的下沿 或者说支撑区域当中的话 那么我可能会去加一点 那个护生三百的ETF 这是我自己的操作上的 个能观点 那加一点比例会大吗 不会大 不会大 因为你毕竟命令的是一个 消息面的不明的 这个有可能 一个企业家在困难的时候 你必须要做决策 这个又是困难 企业又应勇献中 疫情给我们最大的教训 就是要形成快速反应能力 疫情是个分水岭 没有创新能力的公司 就淡出市场 能无垢生有创造新企业 真的是企业 美国当地时间12号 三大股指开盘均跌超9%